其實12月底就同學工作 那就是看一些選手這樣子 他們自主訓練沒有狀況 頭是郭教練嘛 那就跟有什麼問題 就是盡量跟郭教練還有葉總去討論 然後下結論這樣子 是有壓力 壓力一定是都有 但是就多討論 對 目前都還是觀察這段 還有觀察譬如說 各個投手的特徵 還有什麼變化球種 對啊 我覺得這還是自己比較學習的地方 是協助在內野 然後包括打擊上如果 各部門如果需要幫助 我也很樂意就是提供協助 對 那我自己也很清楚就是 我的年紀是我們教練團 可能是整個中華職棒最年輕的教練 那我還有很多東西是要去增加要去累積的 像我最常接近的是內野這部分 那當然像葉總他是在管理球隊 那我們球隊方向就是我盡量就是去配合 就是去協助我們球隊要就是指引今年的目標 那就是提升 盡量去可能去提升球員的競爭能力 對 那還有包括像泰山教練 自衛教練 他們都是很有經驗的前輩 那在我身邊 只要我其實有不懂的地方我都會提問 當我有想法的時候我也會跟他們討論 即便是可能他們不認同 但是我們做這樣的交流 可以很清楚很直接的知道說 那這樣講的確有道理我要去洗手 這樣自我去調整讓自己變得更好 其實火腿的風格是蠻美式的 那其實說要完全日式嘛 就是也有一點日式成分在 但是他們自主訓練 怎麼說自主性是非常強的一支球隊 所以希望像不要說這個是傳統球隊 那大家都年輕嘛 那就是希望能夠把一些日本的精神 能夠傳傳給他們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一支 之前我在美國的時候 有到米爾瓦金釀酒人隊 以及洛杉磯稻隊去擔任翻譯 那在擔任翻譯之餘 我也會去協助教練做一些訓練上的一些 幫忙 那我也從他們上學到很多 包括你怎麼在短的時間內 你要讓選手有系統性的 就是有計畫性的去執行我們今天要做的任務 張教練張立凡 教練他從美國帶回來的東西 我覺得真的是很適用於他們身上 打完一整個球季我覺得真的很困難 但是如果他們能夠打完這個一整個球季的話 我相信他們的level他們的層級會更上一層肉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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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s職級 辛苦俱可愛